到底谁能拒绝生意里的南昌水煮和南昌油炸 我来了三次南昌了 吃的不下八家水煮店了 真的一家比一家好吃啊 杂交板 刷满辣酱的香蕉 大家吃过吗 嗯 大家好 我是姓刚 俺又来南昌了 自从吃了南昌水煮和南昌油炸以后 就被过了混了 所以这也是我三刷南昌了 现在是晚上的11点 找了一家本地人狂推的水煮油炸店 好好过个嘴饮 到了到了 就是这一家 大大的水煮两个字 哇 熟悉的感觉回来了 我先拿出我的菜单 这个是藕丸吧 对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来一份藕丸 对 这树肠豆肠 这萝卜 豆肠来一份 包包豆干 聚稀汁 这个是小脚板是吧 这个来一个 好 这是不是糖果呀 对 糖果来一个 好 这个吧 哎 我要这个 麻园 麻园 还有呢 这个是辅助皮 辅助皮来一个 嗯 嗯 芋头犬子吧 对 来一份芋头 芋头粉的 我挑个粉的 嗯 还曾想过 残浪 不过几千人真 哦 莫笋 对 莫笋 你真是 对啊 这就是姜希腊了吗 对 这是萝卜 拼 蒜蓉 对 看它好香 像它本一样 否则精彩无味 麻园 哇 好 谢谢 谢谢 这边是杂串区 纤椒 一根 两根纤椒 上次吃了南昌油炸 这个松板肉居好吃 小搅拌 我觉得小的比大的好吃 小的特别酥脆 好 就先这样 老板 再加个炸皮蛋 家人们太爽了 深夜 在南昌的街头 吃着南昌水煮 香蕉要先趁乐吃 哦 好 我发现南昌任何一个老板 只要上了杂香蕉 都会说杂香蕉先吃 那咱们就听老板的话吧 哦 真的好好吃 表皮酥酥的 里面软软的 非常香甜 就像吃这个冰淇淋一样 而且这个香蕉的绵软程度 已经是入口气化了 哦 吃一下松板肉 哇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特别松散 因为松板肉 它的油脂特别丰富 就吃起来特别香 像吃猪油渣一样 但是比猪油渣要认很多 像吃辣条一样 而且也是猪肉版辣条 为什么只有在南昌吃得到这个 大火来了南昌吃油渣 看到松板肉就放心点吧 瞬间撸了一把 这啥呀 哦 这是我点的另外一个香蕉 刷辣酱的香蕉 大家有没有吃过 这是我一个粉丝朋友私信我说 这个吃法巨好吃 我今天想试一下 嗯 我不管别人 是我喜欢的 我从小就喜欢吃那种咸甜 咸甜 就是又咸又甜的东西 这刚好符合了 外面又辣又脆 里面又甜又糯 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可以可以 这个吃法可以 杂交板 两张杂交板 这种是YYDS 太香 个人觉得小杂拌比大杂拌要好吃 小杂拌从里到外都是脆的 大杂拌只有外面是脆的 里面太实了 太韧了 嗯 嗯 真的我脑壳很 吃薯片一样 大火知道这是什么吗 懂得都懂 老朋友了 哇 是流心的 外面都砸成骨皮状了 好好吃 水煮俩的差不多了 可以吃了 水煮就是要多点点 这些能吸汁的食物 哇 这口爆汁真的会很满足 嗯 满满的一口汤汁 煎到的是地瓜粉 哇 好好吃 我来了三次南昌了 吃了应该不下八家水煮店 真的一家比较好吃 哇 不是 糖果真的是甜的 我再吃一口 水煮店的糖果真的是甜的 我之前吃的糖果都不是甜的 又是那种咸甜咸甜的搭配 然后吸饱这个鲜美的汤汁 本地人推的真的没有错 藕丸 这家连藕丸都比其他水煮店好吃 但是有藕丁的脆感 而且有藕的清香味 这家真学了 试一下他们家的麻园 我上次吃的有一家麻园是硬的 他们这家是里面弄弄我唧唧的 非常软 我真的太后悔 没有早点来这家店了 小搅拌 搅拌还是油炸的好吃 锅笋颠颠 芋头 哇 超级绵密 用嘴唇清清一米还就化了 太惬意了 还有一碗绿豆汤 今天这个嘴饮过够了 试完水煮和油炸有个后遗症 会很开心 好了 见到赵达小喜欢这种方法 记得点赞朋友收藏哦 咱们吃的饭见 拜拜 这家藏在重庆小巷子里 开了三十多年的蹄花店 真的忍不住分享给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哥哥 毕竟来的重庆 必须吃一次重庆的蹄花汤 今天来找一家 开在重庆小巷子里 开了三十年的蹄花汤 找到了找到了 人好多啊 这个招牌都包疆了 刚刚吃钢子蹄花 自己拿是吗 对对对 自己拿的话 那你们要怎么算钱呢 吃了算 吃了再算 好 一个蹄花 这里还有很多的凉菜 我要算你买肉 看着就好吃 这是红烧肉吗 红烧肉 这是大肠 打分大肠可以吗 这个不能拼的啊 可以拼的 帮我拼一下好了 哇 都想试一下 好 谢谢 这下鱼了 你就自己吃 没关系 我很快就吃完 今天中午随随便便吃一点 我浇了一份蹄花汤 这个是大肠拼红烧肉 还有一个是蒜泥白肉 先吃下这个蒜泥白肉 这个红油 看着就太有食欲了 哇 这个肉片片得这么薄 很考验厨师的功力 来 我很饿了 我早饭还没有吃 就等着这一口 好好吃 它这蒜泥白肉那个辣酱 是带点甜口的 真的具好吃 真的好香好香 它这个豆芽非常爽脆 没有问多少成分 那感觉分量不下吃完 蒜泥白肉真的是 川鱼很经典的代表 真的太鲜了 很好吃 难怪能开30年 三下午国外都吃完了 这红烧肉 肥瘦相间的 好香 它这个跟我们 香酸那边 不太一样 就是它这个没有甜味的 大肠 它已经卤得很香糯了 这一点异味都没有 菜里面还有鹌鹑蛋 这啥 芸豆吧 我刚刚还以为是大蒜子 太下饭了 最后来个重点 这个蹄花 已经非常烂非常烂 哇 胶质感满满 这碗这个饭 然后还在喝口这个汤 绝了 它这个蹄花已经超级烂裹了 直接可以吸溜进去 盅上这个腊油 哇 这蹄花 谁看谁不迷糊 它腊油是真香 干香干香的 都不用怎么咀嚼 直接吸溜进去了 一分钟不用跟到一个蹄花 我这已经很幸运的过来没有排队 平时要大排长队 有机会一定要试下重庆的蹄花 惬意 这两天在重庆吃的都长豆 但是重庆美食真的是无可挑剔 真的是没有难吃火锅 没有难吃的小面 蹄花也是绝绝子 好了那今天要知道的小镇的饭的话 记得点赞评论的收藏 我们现在见 拜拜 70 105 好 我扫你 算你白肉28 然后这个听呢 是35 蹄花是40 你拌20